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 10月25日记者作访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了解此次进博会在展会服务方面的准备情况 在标识标牌方面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地铁出入口、安检区、登陆点等各个重要部位将设置形式多样的标识指引 现场总共设有6600余块固定标识和900余块大会标识 让展客商在大客流的情况下也能清晰辨别方位顺利入管 形式的话也是有地贴、然后指示牌、立柱的方向牌 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外立面 如果是可以上面可以贴画的话 都是可以在上面做指示的 在展会导览方面 第二届进博会的志愿者小叶子达到5881人 比首届多出50%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孙伟表示 为了减轻小叶子的压力 也为了更好的服务参展的全球客商 此次进博会还增设了20个中英双语的净宝机器人 它是可以自助的查询我们所有的展区信息 会议活动信息 以及现场的导览图 以及我们的国家会展中心的商业广场 在翻译服务方面 第二届进博会的翻译服务点、翻译人员 以及翻译设备等都大幅增加 在首届12个翻译服务点位 32台翻译机的基础上 本届增设到83个点位 翻译机也同步增加到83台 我们现场的话设立了80余处的我们的翻译服务处 然后现场可以提供12种语言的翻译 然后都是一对一的人机交互 在餐饮服务方面 餐饮的整体供应量较去年提升了10% 同时今年除了在国家会展中心中央位置的商业广场就餐外 还在北广场、宏馆、展区等区域增设了临时餐饮及咖啡区 方便来宾就近用餐 宏馆在进博会期间也是一个集中就餐区 在宏馆我们会增设2000个座位 同时可以共2000名来宾在此就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现在设定其他生存 咯 这